HELLO 大家好,我是Hailey 之前拍過幾條影片 都是關於煮正餐和小食 都沒試過做甜品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少吃 但是我媽媽最近在網上看到有些在做蝴蝶酥 所以就打算今天做一下 順便拍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做的 但我看到實在太容易了 應該一次就上手的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吧 材料很簡單,只有三樣東西 這個是急凍酥皮 我在Fusion買大約40多元 然後有些溶掉的牛油和砂糖 就是這樣 這一款是一塊磚的酥皮是要自己搓的 當然你在超級市場買的一塊一塊現成都沒問題 家裡沒有木棍,所以用了水瓶來搓 大約搓到只有3mm厚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休息15分鐘 然後再切它 因為我們要的形狀是正方形 這裏一開為二就剛剛好 分了一人一塊之後 我發現中間還有少少厚度 所以我要再搓一搓 令它再薄少少 前前後再拆成正方形就可以了 搞定了之後就可以在酥皮上面 用刷子塗一層牛油溶液上去 然後就灑一些砂糖在上面 沒有說有多少份量的想甜點就灑多點 然後沒有那麼甜就灑少點 然後我們就要接蝴蝶酥的形狀 首先就把兩邊接向中間 好像一道門一樣 然後也是用刷子塗一些牛油溶液上去 如果喜歡吃甜點的朋友 在這個時候可以再加砂糖 然後再將兩邊接向中間 造成一道細一點厚一點的門 然後再在面上塗一層牛油溶液 還有灑多一點點砂糖 最後就將這個酥皮糰對接 其實就應該再塗多一層牛油溶液 但是我看到膠袋上已經有很多牛油 就沒有特意塗上去 然後前前後後再灑多一點砂糖就可以了 因為頭和尾的形狀沒有那麼漂亮 我就切開了放在一邊 然後每隔1.5cm就一片片的切出來 橫切面已經有蝴蝶酥的感覺 用瘦整理每一個的形狀 因為蝴蝶酥有點像心心形 所以將中間那裡黏在一起 分開它 照顏看下去的形狀好像很差不齊 但是不要緊的 這樣才有手工的效果 然後就將它們一個一個排入氣炸鍋 給它們一些空間 因為會發大 所以就不要將它們黏在一起 好 現在就將它們放在氣炸鍋裡面 用160度去氣炸15分鐘 不知道成果會是怎樣的 因為真的是第一次去做 整個過程其實很簡單 大家也可以做一些親子活動 我們等下成果會是什麼樣子 好緊張啊 究竟成功還是失敗的呢 好漂亮啊 哇 超級漂亮啊 但它們黏在一起了一塊塊 這一堆就是我人生第一盤的蝴蝶酥了 我覺得自己超級無敵勁啊 趁第二輪現在在焗 我們不如試試第一輪的蝴蝶酥吧 好漂亮啊 看上去真的有點像在街上賣的那些 我不客氣啦 我試試它是否酥脆 很好吃啊 我一吃下去就覺得很肥 整件事真的超香牛肉 很好吃啊 超推介大家來做的 我現在等焗了這麼多回合後 就拍一次我們的製成品給大家看 因為我媽媽跟我的摺法是不同的 我是對摺再對摺再對摺 媽媽就是對摺再摺就剪了 應該可以看看形狀上 大家喜歡哪一款多些 其實味道就應該一樣的 純粹是可能口感 或者看上去的樣子有一點不同 對啦 我怕我已經不小心會吃掉 好了 就買了那些了 都好漂亮啊 大家可以看到的分別 如果你只這樣對摺一次 就會是大一點的 對啦 那中間就是這一摺 而如果好像我這樣摺完再摺 做出來的效果就會 裡面多幾層 還有小粒一點 這些就是我們的製成品 其實第四轉正在焗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一點心得 首先呢 除了剛才所說的 如果摺法不同 形狀都會不同 之外呢 我發現 其實第一轉我焗的時候 它們是比較淺色的 第二轉呢 它們已經深色一點點了 而剛剛去到第三轉呢 就是一個很完美很漂亮的丹麥酥顏色 那所以呢 我就覺得 其實 要預熱氣炸鍋的了 這個真的沒有經驗 因為我平時做其他食物的時候 都沒有預熱氣炸鍋 就不知道有這個的分別在這裏 這裏呢 就是我們全部的製成品了 一個酥皮呢 大約可以做到二十幾塊的蝴蝶酥左右 我再吃多一轉 這個是剛剛那一轉來的 啊 好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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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這個第一次做蝴蝶酥就大成功的影片呢 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也喜歡這類型的影片呢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天和四日下午十二點 對了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吧 拜拜